可是說這影片之後 我們家還有很多愛要寫給你 準備好了嗎?好,直接了 對,接下來呢,我們現場有個神秘嘉賓喔 他就是因為非常的愛你,非常的沉迷 然後他覺得你的這個力量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所以他們個人就認購了這個 兩千本的我們的故事這本書 然後要捐給這個全國所有醫院的小大小 並方還有陪遠地區的學校 你知道是誰的嗎? 我知道,張董事 張董事成中 張董事成中先生 歡迎阿中董事 哇,歡迎歡迎 今天是酒養酒養 果然本人就是帥氣高大挺吧 真的啊,而且張董事眼睛也是韓國 張董事 沒有,沒有畫 看從眼眶分露喔 那張董事今天也做了特別的機會 對,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要當著大家的念跟瑟琳娜說呢 呃... 他也不知道,你先讓我們一起去 這樣我們家練很大,我先講 不行啦,我們就要前十年就一起 我看什麼我也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剛剛想了一次又忘了 好,你想講什麼你就講什麼 因為我剛剛在他後面而已 所以你剛剛提過就是 我想先講一個就是 你剛剛沒有說清楚 那個愛時代是 也許你都會給你朋友幫忙 要捐一千五百塊 就會送一個愛時代 對,是 我們捐一千五千愛時代 捐一千三百塊的話呢 就是... 拜託大家都瘦出去 那... 呃... 我先中午來之前 我們在想說 我來講到比較舒適 都是... 每次都是 代理來南方基金會 謝謝Selina 這邊已經講好多次了 大家講說好了是不是 對啊 那邊有什麼點 那...我想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Selina提到 就是說 創作這個序的過程 因為還好我們兩個溝通 有一點問題 不然這個序就出不來了 喔,真的嗎 我說還好我們兩個當初 對這個序的部分 沒有溝通太順利 不然這個序就出不來了 好... 因為... 這好像那個... 小學生啊 那個... 開學壞到要教數量做的一樣 那歐馬都是會拖到最後一天嘛 那... 答應一下 要給陽光這個序的時間 我前一天晚上 大概在11點 11點12點左右的時候 這個我們兩個坐完就想到說 欸 這個序還沒洗 好 那... 反正... 好像... 好像是跟他就說 那你想一想 我說好... 我來想一想要怎麼洗啊 然後我發現 我坐在沙發上 就是拿著iPad 大概20分鐘 寫不出一個字 從想又想 想說模擬他 或是 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帶這個序 就寫不出來 那... 各位...各位知道序是很難寫的 序真的很難寫 因為第一個 人家要能夠認證你的身分地位 跟這個書能夠搭到 人家也要這個... 就是說... 很...很認同你的這個文筆 甚至你的經歷跟這個書能有連結 那你也不能... 在有限的文字當中 你不能寫太多 寫太多 寫太好 你就把你的筆下去 不行 你只能... 序是非常難寫 我自己在那邊想20分鐘 模擬來模擬去 結果後來好像就困 你應該丟一句話 給我...我先睡一下 你也早就說好 結果... 這個天早上大概... 欸...7、8點我起來的時候 就收到一個E-mail 他5點半幾個 就先給我看一下 那我記得之前 他有幫美麗嘉安寫的專案 然後我們都會... 我給我看一看 然後... 我會把他重度注意看怎麼秒一下 會不會更好 把它更好 結果... 這個書呢 我早上幾點 把他全部讀完之後 我一個標題的符號 都動不下去 完全一點點性的 因為真的... 我真的... 寫太好了 所以這個是他大概用了... 12點到5點 可能5個小時 半夜的時間轉寫起來 過程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 呃...我想... 這本書寫得... 真的... 26個故事呢 我就是... 26個商業 他們... 真實的人生歷程 第27個故事呢 這個... 也寫得... 非常好 所以呢... 我很願意... 認購一些保護... 讓大家看 那我今天... 是日本人簽本 然後主要是先給那個... 長根... 我們救命跟人這邊... 看看... 酌傷中心... 如果病房... 有朋友要看的話... 希望能夠給他們... 一點... 鼓勵 那我也希望... 媒體朋友... 能夠把這個消息... 幫忙散播出去... 只要其他... 各大醫院... 小醫院也合理... 酌傷中心也好用... 有這個需求的... 請跟陽光聯絡... 兩千元不夠... 我就在家... 趙丹選手... 好... 好... 給陽光聯絡小聲... 謝謝...